在六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供职一家今晚媒体的女记者 向代表提问关于环境治理的问题时速度哽咽 最终把提问代表变成了自我陈述 我也是很关注这个环境的问题 然后呢我想就是问哪位代表 因为一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都说这个事不归我管 那么我们如果快被思考的话 就是想一下如果我是环境部长 如果我们自己是环境部长 如果我们自己呢也想改善这个空气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 这位女记者的提问并没有结束 而是开始长达三分钟的自我陈述 且情绪有些激动 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呼吸这个空气的 如果有谁也能逃过 那就是挺神的了对吧 所以呢我想这是不是因为 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企业 他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如果早解决 可能是不是大家就有一个好的身体 有一个好的环境 如果咱们都撑着 谁也不做别的选择 就是我这个单位必须得有这么多的车 我必须得要求我的员工都这么长时间都必须得 发展了上班 我就不能有任何的改变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环境能不能改变 最后当这位女记者谈到了GDP与健康之间的权重关系时 她再次哽咽 引得其他媒体记者驻足为观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要坚持不懈的 就是 哎呀好的 就是我必须得发展经济 但我想这个GDP和环境的关系 如果GDP即使增长是零 但是如果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把那个环境做好了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这个官员的这个一个一个巨大的这个效益 或者是他的功绩 对不对 如果说GDP我们也能够实现15% 但是我们环境就是已经污染到这种程度 我们的生命会缩短 我们活着身体很难受 那么你有那么高的那么多的钱 有什么用 我想大家就是每个人 我这个问题是针对每个人 针对所有的人 就是我们宽位思考 万一在这个问题 然后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 因为谁都说这个不关我事 我这次来采访 我是一次都没有做车 我全是坐在地铁 好了 与记者的提问结束了 代表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只是大会主持人总结信表示说 这位女记者回答了自己的问题